近日瑞安接连发生多起电瓶车盗窃案 民警接警后立即出击 只用了三天就侦破了案件 追回九辆电瓶车和八个电瓶 4月10号中午 徐师傅来到瑞安南宾派出所报案 说自己把电瓶车停在一家机械厂门外 也就是吃个午饭的功夫 车子就不见了 民警立即调看了公共视频 发现徐师傅离开没多久 一名男子靠近电瓶车 随后直接将车开到了一个电厂门口 留下车后离开 民警仔细观察后发现 男子已经换了身衣服 身上穿的是附近一家工厂的制服 而且在他开车途中 曾经与一名女子有过交流 那个有个妇女打招呼了 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厂里 厂里那个镜头看一下 这个妇女 妇女是不是有他们厂里的 那个妇女 他们很快就认出那个妇女 也是厂里的了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妇女 衣着 是他们那边的一个保洁一样 通过目击者辨认 确认男子就是该厂的员工李某 民警立即前往厂区进行抓捕 并在其工作的厂房外 发现了被盗的电瓶车 李某被抓后 对犯罪行为共认不讳 因涉嫌盗窃罪 被警方行政拘留 就在民警快速 侦破这起盗窃案之后 又接到了多起电瓶车 电瓶被盗的报警 这几起案件多发生在夜间 而且作案手法十分类似 停在家门口啊 早上出来的时候就没车了 都是晚上 一点两点三点 在人熟睡的时候 去偷 民警立即调取了 案发现场周边的公共视频 发现在案发时间前后 有五名人员骑着两辆电瓶车 在附近徘徊 行迹非常可疑 于是民警跟踪追击 很快锁定了他们的落脚点 并将五人全部抓获 在其中一名嫌疑人家的地下室里 发现了全部被盗的电瓶车 他们是通过那个捞护钱 或者是其他作案工具 把那些电瓶车的线剪掉 把它接线接起来 或者是通过自制的一些盗窃工具 暴力开锁 据调查 这五人因为缺钱 便想着去偷车来变卖 没想到还没来得及嚣张 民警就找上了门 目前五名嫌疑人 因涉嫌盗窃罪 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车主们也领回了 自己的被盗车辆和电瓶 对民警的快速破案 表示感谢 报警了 他们速度就很快 第二天就电话打过来 车应该会有了 记者刘芳芳 编辑报道